開箱大黃東和Supra 哪一個比較好吃 歡迎中央酷吉老師幹花教室 看到跑車是不是就很想在上面 黑秀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平易近緣的汽車 跑黑秀 還是高級奢華的跑車 讓人想吃 好 馬上歡迎我們的凱哥 跟Toyota業務竹竹 Yeah 我是那個 北投謝林公 北投謝林公嗎 對 然後這位是買的 因為這台是2020最新 然後現在是第一手開箱 所以我今天是用一個比較特別的角度開箱 我看一下在上面是不是 他覺得我帶了我的伴侶 沒問題了 所以這台車你買多久 三個月 它是限量級的 全世界限量一千台 只有一千台嗎 對 不會再多喔 因為它是跟 我很喜歡Z4 我是看Z4孫生跟我吵架 他說你有大黃蜂還去看Z4 可是男人就是愛車啊 所以他這台跟Z4的價錢呢 應該比較貴 Z4貴了100多萬 那這台是218萬 那這台現在買應該是比較不會停價的 相對保持性很高 有人說你長得像視網膜嗎 有嗎 好 歡迎收看眼球中央電視台 我是主播視網膜 我是主播視網膜 是主播視網膜嗎 還是賣車 所以這台車它在性能上是有比Z4好的嗎 在網路上的實測 都是比Z4的性能還要再強 我們原廠公佈數據0到100 4.3秒 那有人測出4.1多秒 那Z4 0到100 4.4 4.5 對 那這台車在因為限量的關係 所以這台車子在台灣 每次車子到營業所 它的吸盡度都非常的高 因為這樣買車就是很討厭撞車 像那個火系開馬車拉拉地 我就覺得我要買不能買 然後就覺得我開大航空 沒什麼人有 就覺得很可愛 而且這也保持 但是它雖然很優秀 不知道在上面吃起來有比優秀 怎麼還是要去開運動 然後副駕移動 我問一下 凱哥你最喜歡Supra外型的哪些地方 我覺得全都很喜歡 從車頭還是屁股 每一個角度它都會保留上一代的經驗 因為你有說 這是戰神其中一個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而且這輪框是現成的嗎 這個叫3.0頂級半 我覺得這個輪框很好看 是很有質感的 對 而且我好喜歡它眼睛的地方 這種設計是叫什麼 眉骨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最喜歡 它的屁股的線條非常漂亮 就跟女生一樣 玩車就像玩女的感覺一樣 對你也才剛簽 對啊 也還沒在那邊吃過 它這個裡面這個車套都還沒拿去 對啊 超新的 這個跟那個C7一樣嗎 就是比較有獨立的一個位置的感覺 對 它雙方是比較寬的 好我現在要看一下副駕 我幫它細安全帶 可不可以跟它有近距離的接觸 欸 baby 上車啦 這是我最新買的牛魔王啊 快帶娘子出來看上帝啦 這樣喔 喔 細安全帶很近欸 愛情愛情 哇 女生其實過來要一段時間 但其實是會很性感 就是側窗外看會覺得這個女生很性感 我試一下我試一下 你是不是很想要吃啊 可是你這個位置有點遠不好吃 對 這距離比較遠有點可惜 對 我這超外行介紹 看到怎麼講什麼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東東 那個是另外加裝的波輪表 就是一些數據來游溫拍水分那些 噢 剛溫什麼的在這邊都知道 它喇叭的冰起來怎麼樣 它喇叭有12顆的GV欸 對啊 我看到光門上就有兩個 後面就有兩顆的重點 哇 那是超環繞欸 好爽 所以呢 這個是我知道 暫停車的時候要按嗎 你看 多先進 對 很先進的 不錯吧 對 對 欸 它速限最高到多少 最高限速到203 如果要再高的話就要去解電 有聽別人說什麼 沒有超過200次都不算好車 它是好車 所以它是好車 欸 那我們請排哥上來介紹一下 因為我有點持久 那個什麼Sport的模式是什麼 我們Sport模式的話 開下去之後 它原廠就有V&R最特別的回火聲了 我們開Sport之後 這是原廠的管嗎 這是原廠的管 沒改的聲音就是這樣 沒有改裝 那我們的Sport按下去之後 我們的避震啊 變速箱 全部都會變成運動模式 對 避震也會變硬 變速箱可能會變快 那就是我們的爬盤會打開 天啊 喔喔喔喔喔 很剛硬的閥門了 剛閥門 對 剛閥門 好像按Sport 旋條比較硬 比較不會晃 算車晃會被看到 對 專業 專業 來啦看一下Supra的鑰匙 感受一下牛魔王 哇 很可愛的鑰匙 好像拔杯的那 那我們呢可以看到 中控部份 卡控的材質 跟V&R的操作時 界面是一模一樣的 對 那當然8.8吋的螢幕 它也可以經過控制 就是跟V&R的 界面是一樣的 懂意思嗎 這台車超級 那後面跟前面 你比較喜歡哪邊 我當然喜歡從後面 從後面來 它的燈好特別 對 它的燈是牛逸滴的燈 它有一個防F1 就是它的後目燈 這看起來超像一大師耶 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對啊 有在玩英雄聯盟 一定知道我的 好 那當然我有一個重點 是我要看看 女生如果手放在這上面 是好不好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有一個 鴨尾巴對不對 小鴨尾巴 對 小鴨尾巴 超可愛的耶 算是很好扶 然後男生在後面這樣 重不爽 Soufra 爽不爽 有 它說很爽 好爽 好 有什麼要提問的嗎 各位 我看一下它後車牆好了 它這怎麼 好長好斜喔 所以它這個 如果被關在裡面 也是可以有安全的可以拉開 沒有 從外面 駕駛坐開 那這樣人就逃不出去 對 就走 進去 它空間比我想像中大 它可以放回下一組 高爾夫球去 都以有錢人的娛樂為主 好 現在我們來到大黃空的車尾 它這尾翼是本來就有的嗎 這個是 特式版才會有 特式版才有 然後這台車在 從後面來黑手的話 有比較危險是它這個 女生腳會不小心燙到 但是這台的好處是因為有尾翼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子 爽不爽 快說啊 小瀑狗 他脖子被我弄破了 所以我今天 要 蠻配合我 真的 很不好意思 因為本人比較不正經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副駕怎樣 這應該好是很多 空間的感覺 可以塑造成的變化 是 因為你以前就有開過大黃 所以這台 你那時候有在上面實戰 那是我結婚 好馬上來試駕一下 其實因為它這邊 就是中控沒有左邊的那個分隔 但是它在吃的時候 因為手煞車比較高 你看這邊又卡住 就變成我要把手煞車拿下來 可是你看喔 細安全帶這個就比較沒有優勢 因為它安全帶好後面喔 可是這樣更好耶 因為細不到離女生更近 因為女生通常上這台車是 找不到安全帶的喔 所以庫軒老師在挑車的時候 是以好吃豆腐為主 來決定 這個叫做什麼 排檔桿 現在是不是大部分排檔桿 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 形狀 直升機的造型 各位我這排檔桿 它還是圓圓的 比較是杏鮑菇的樣子 所以我可以在它旁邊 玩這個排檔桿 來達到一個 性暗示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它幫我吃的樣子 你不要這樣了 有人在看啦 好 這台車還不錯 我也不知道我在介紹什麼 但大概就是這樣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 真的不專業汽車開箱 我本身是很愛車 但是沒有這麼了解 讓大家用最淺顯易懂的方式 從外型再慢慢認識到內裝 還有什麼比較這台車有趣的地方 跟觀眾分享一下 這有趣的地方 當然是它的動力的性能 花一點點小錢 就可以產生非常大的動力 喔 它煞車踩的時候是 停得住的嗎 當然停住 它是RAMBO的是否猜的 喔 全部聽不懂 以上今天影片 喜歡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個人兩台都覺得很喜歡 反正都黃色的嘛 都可以隨時去坐計程車 對 討生活的方式 好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想要汽車鍍膜的話 歡迎來找藝術 而且這邊很漂亮 這裡在內湖 舊總部二段 121 因為我去過很多地方 這邊拍照起來是特別的 反正這邊有弄那個 蝙蝠車的那種感覺 那那個業務有什麼要宣傳的嗎 哈囉 我們是在南海基建界 不管買的時候 頭髮那個時候都被超過 我通常在這邊出現是要負責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